10月份在新竹市即将举办台湾设计展 今年主打整座城市都是展场 就连黑白的行人穿越到也换上了彩色的新衣服 以黄色蓝色绿色三种颜色打造一项艺术品 而市府也期望能够透过色彩鲜明的斑马线 提醒驾驶人行进路口的时候 真的要礼让行人并且解速通过 黄绿蓝三种颜色色彩鲜明 将原本平凡无奇的斑马线换上新衣 在阳光下显得更耀眼 彩色几何形状铺面搭配上白色整幕纹 令许多用路人忍不住多看棘艳 原来这是新竹市政府配合即将到来的设计展 将行人穿越到线打造成一项艺术品 在市区东门圆环和新竹公园的路口 都能看到像这样的彩色斑马线 比较鲜艳 我觉得如果我开车的话 看到这么鲜明的标志的话 我就会特别的小心注意 不仅和设计展相呼应 行主市府也希望借由明亮的视觉设计 提醒车辆放慢车速 礼让行人 而行人行总的整幕纹依旧为持白色 彩色的铺面材料 也都符合道路标线的防滑细数规范 它的材质则则是以防滑细数 高达65的一个冷缩标线来设置 那用意就是在强调行人的路权 以及保护新机车在行驶 雨上的时候的一个安全性 市区接近处处有惊喜 而市府表示 未来会根据民众反应 评估是否保留下来 如果兵分夺目的斑马线 已经率先制造话题 记得徐志迁新竹报道 我们下期见